我沒空不想知道你這麼私人的事 然後趕快離開 跟你不是這麼熟的 跟我說你男朋友 你喜不喜歡被人欺負 我真的沒興趣知道 跟你這麼熟的位子有畫面 趕快離開 約了人了不好意思先走 下次你聽到的話 看看你什麼性格 給我說約了人了不好意思先走 如果給你們的話你會不會停下來 跟他說不要緊要再說多一點 怎樣教一下我兩招 人到電 真是神經 娛樂半世紀經典又貼地 好了另一個 今天我會說老中青 三種不同 年齡層的女性 第二位就說 這個阿女又戀來 有一位 這個是ViuTV的節目 裡面有一個阿薇伊 原來阿薇伊在那個節目裡面 已經彈出了 人們很喜歡她 因為她經常說搞笑的金句 早前就播這個真人show 阿女又戀來 撤合了年輕的男女 但是真正爆紅並不是那群參賽者 那些年輕的那些未必有這樣的火候 因為為什麼呢 任何人好 或者金句好 或者演藝界的人好 你怎樣都要 或者普通做一個阿薇伊 阿薇伊 一定是一個C狗 C狗就是C 但是做了這麼多年人 吃鹽多過你吃米 女兒 而且除了她人生經驗豐富之外 另外她也是非常搞笑的 因為參賽者裡面 有一個叫Kathy 一直泳山去經典級的主婦 她媽媽媽 她媽媽 她媽媽 叫阿薇伊 薇伊直腸直肚 甚得這個網民歡心 近日更加被邀請 和這個名母 馬思惟 Juska C 沈欣怡走上這個Catwalk 我拿一張照片 薇伊那張照片給你看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ViuTV的榜人 真有一手 你看看 你看看 你把她拍 化妝多漂亮 薇伊的樣子本身都不差 這女人挺好的 為什麼呢 被圓圓 被頭有肉 心無毒 她一定是一個 非常之開朗 人心地很好 經常幫人 被圓圓 被圓圓 人心地不會差 然後她又爆 她不是爆粗話 她不是像我那樣 沒有去到這一尺 爆粗話 最多是 你說她本身 講不講粗話 但是 薇伊面圓圓 但她的鼻樑比較扁 如果鼻樑比較短 那些女性 可能做事 就比較膽小 另外就是 怎麼說 身體無病 可能有些女性病 但如果鼻樑有子 那些女人是兇的 OK 我其實想找她做 Catwalk的照片 可不可以放下去 嚇到阿娟姐死了死了 這個就是新節目 和中衛兵 我忘記了 微衣那張照片 是否有一張Catwalk 這張是這張 等一下 哇 你看一下 ViuTV很厲害捧人 之前有捧過這個 你看一下 馬上走Catwalk 這麼快就接到Job 很聰明 所以 ViuTV現在的氣場 正在贏 贏 谷上位 這個微衣 她最近也有新教族 報道指微衣和中衛兵的冰姐 在這個旅遊戀里 已經是一拍即合 即將會主持一個新節目 探討上了年多的女性 在人生的突破 而這個中衛兵 其實在IG也露了一點點玄機 9月兩個人相約 喝酒 聊了4個小時 哇 好吹得一下 其實我告訴你 我覺得 微衣 配中衛兵 這是一個初起步 好了 原來在微衣 最近雙雙和中衛兵 一起去到這個晚吹 有酒今早醉 喝這個花雕酒 OK 我現在這樣看 因為由於她已經成功 在很短時間之內 ViuTV 奉紅了七師傅 我現在有個建議 希望她和這個七師傅 合作一起 做一個類似 例如攀任節目 一邊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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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邊彈到油 周圍都是 我意思是七師傅 可能不懂得煮食 多數是人家煮給他吃 但七師傅 是修閒人 不用吃東西 哈哈哈哈 最多煮到油彈到周圍都是 事後抹 但是如果畫面的話 你說梅姨配中衛兵好看 還是梅姨配七師傅好看 就選後者 肯定有很多金句和爆笑 兩個人 你覺得七師傅應該不是屬於師狗 他是修閒人 修閒人 很多金句和人生怕贏 也可說一下夫妻相處之道 又或者因為七師傅說話很大膽 梅姨說話又這麼大膽 兩個說話 兩個列女走在一起 會不會大打出手 哈哈哈哈 肯定有很多火花 其中 原來她在旅遊戀來的時候 爆過不少金句 她說好像第一集 她的女兒Kathy 選男子的時候 然後梅姨就爆肚 選個小鮮肉給她搞 哈哈哈哈 這個媽媽這麼開通 真是正 真是正到不能 然後主持阿娟姐 就嗆了嘴 就問她 給你搞定是給她搞 這樣說 給誰搞 然後梅姨回應 我搞她 她也不搞我 哈哈哈哈 我最喜歡見到人 那麼直長直途 哈哈哈哈 OK 然後我心想 有很多女人 就是很直長直途 譬如我告訴你有一次 我聽我的朋友說 不是我自己親身經歷 她在地鐵裡 看到有兩個 一男一女 兩個人在地鐵裡 因為原本輕輕我我 就是你 在柱子裡 其實逼上來的柱子 可能是別人扶著的 對不對 所以教育大家 千萬不要在很逼人的時候 就逼在柱子 因為人家要扶手的 要不然撞來撞去 撞到你一波就不好 對不對 好了 那兩個一男一女 聊天 原本輕輕我我 怎知道談到什麼 就發脾氣了 然後越罵越大聲 我朋友聽到什麼 那個男的跟她說 臭氣 哈哈哈哈 那個男的罵女的臭氣 哈哈 但是那個女的都不輸蝕 你猜一下那個女的說什麼 她說 臭你呀 昨天奶的這麼興奮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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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臭氣 我臭氣 臭氣 你昨天奶的這麼興奮 哈哈哈哈 嘩 全部人都看過她 哈哈 如果給我一雙 我是那對男女的 就趕快下車吧 大哥 但是兩個人繼續在罵 哈哈哈哈 這一幕成為我人生的 怎麼說 經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臭你昨晚又乃得這麼興奮 哈哈哈哈 所以男人不要亂罵 跟你做過女人 臭氣了 是不是呢 臭你又猛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發覺有些人 兩夫妻有時候 吵架很自然 因為我曾經 在以前一間公司 聽到一個同事 她兩夫妻又是吵架 喂 你真的不要 說話說出口的話 很傷害對方 那些男人 最恨人 就說她 不行 短 或者沒有以前那樣好 你千萬不要罵這些 女兒那些 我曾經聽過 一個舊同事 兩夫妻吵架 她的老公說她 嘩 你生了三個 鬆了 嘩 我聽到真的很難聽 千萬不要學這些 因為一些說話 一說了的話 尤其是 哎 尤其是 去到這些 關於性生活 或者成類的 真的很傷害 300 你看看韋哥 你便知道為什麼 韋哥 他可以 結婚都可以 和前老公 這麼好關係 可以很好朋友 所以 性生活 你不要公開 千萬不要在地鐵公開你的誓言, 舔不舔不舔, 沒有人有興趣知道 真的, 我覺得有些女人什麼都說, 我有一次行山, 你知道我以前是行山的 我行山, 我走完上去, 我走回來, 回來的時候, 我遇到一個人 不要說是誰, 因為我怕他有聽我的節目, 其實我不是很熟悉的, 但他說他有男朋友 然後他說, 哎呀, 我都不喜歡被他奶西, 當然是奶去下面, 我說我沒空, 不想知道你這麼私人的事 然後趕快離開, 跟你不是這麼熟悉的, 大佬, 跟我說你男朋友, 你喜不喜歡被人一塌啊, 大佬 我真的沒興趣知道, 大佬, 跟你這麼熟悉的位置有畫面, 馬上走人 對呀, 約了人了, 不好意思, 先走 下次你聽到的話, 看看你什麼性格, 大佬 給我說約了人了, 不好意思, 先走 如果給你們的話, 你不會停下來, 跟他說, 沒關係, 再說多一點, 怎樣教我兩招 人到癲, 真是神經的 好了, 繼續說下去了, 慘了, 說多一點, 眼碎都飆了, 不行, 喝一口水, 太好了